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變好貴 大概是菜少吧 就會貴 所以大家都吃便當比較多 蔬果價格真的回不去了嗎 主機處公佈10月物價指數 較去年同月增1.7% 創下今年5月以來新高 其中蔬菜大漲24.2% 水果類也漲了7.83% 連菜飯也忍不住抱怨 這個今天 在果菜公司一件650 像這一種就是真的很不合理 相較於進口蔬菜 本地葉菜類價格相對回穩 像是A菜 芥菜等一斤大約40元 不過高麗菜一斤還是飆破70元 因為高麗菜要三個半月 我是一斤賣70塊 大顆的一斤要90到100 以每月消費6萬元的家庭為例 蔬菜就要多花539元 水果也增加141元 整體比去年同期增加1,020元 或者蔬菜水果漲 現在連衣服的價格也跟著漲 真的好心寒 沒想到連身上船帶的衣物 也抵擋不住景氣寒冬 首度跟著掌聲響起 價格平均比上個月漲了12.9% 顏料有漲 有漲 你代工也漲 什麼都漲 工錢又貴 當然的時候會漲一點點 金都一兩百塊而已 有業者表示 雖然定價調高 但折扣也相對下刷 不過隨著天氣轉良 民眾掏荷包的心 恐怕也變得更涼了 東森財經新聞劉指行張博翔 台北採訪報導